2018年 因为演出三个女人一个人 而获得无数奖项家许的黄志民 因为同时扮演芳以恩、波罗耶乃 和寿妈妈这个多重人格角色 演技令观众刮目相看 而Mandy去年亦凭把关者们 提名台庆班奖礼 还入为最后五强 其实Mandy除了电视剧演出之外 她近年亦同时开始挑战舞台剧演出 先后在2020和2021年演出 《今晚打老虎》 和《超自然之戀》两部舞台剧 而26日公布的第30届 香港舞台剧奖提名名单当中 Mandy亦凭她《超自然之戀》 Chloe这个角色的优异演出 提名喜剧、闹剧组、最佳女主角 和彭施显以及廖淑芬 一起割足这项殊荣 虽然Mandy目前身在内地工作 不过她都以语音信息 和我们分享她的高兴心情 谢谢 其实收到这个好消息的时候 真的很开心、很兴奋 也没有想过能够和各位出色的舞台剧演员 一起提名 因为我觉得这个提名对我来说的意义是很大的 自己从小到大很喜欢看舞台剧、音乐剧 也可能受到演艺学院教育时的氛围的影响 我自己是对舞台有一种很特别的情义结的 所以一直都很希望有机会参演到舞台剧的演出 所以直到去年觉得自己很幸运 可以遇到一班那么好、那么有火的班底 可以一起创造了《超自然之戀》这个制作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很幸运的 因为可以遇到一个那么好的团队 很有黑、很有火 也很感谢一班台前和后的照顾 因为我在舞台剧上的经验真的不多 他们都给了很多很温暖的鼓励我 所以想特别感谢导演邓淑荣老师的交道 因为他对演员的要求真的很高 整个排练的过程一点都不容易 所以要在短时间里面去练习不同的技能 好像有fencing、有一些的法文对白、有一段Flamingo的solo 亦都需要模仿机械人的形态等等 亦花了很长的时间在整个剧本上的雕镣 正正是因为导演他对演员的要求很高 所以我们演员对自己的要求都会更加高 所以我自己是很享受整个排练的过程 很享受那份的专注 我当然希望可以多些机会演出舞台剧 因为我觉得在舞台上的可能性很大 亦都是一个充满魔力的地方 所以我也很渴望继续被发掘多些不同的面向 我自己当然希望可以整个剧目再次搬上舞台 因为当时我们的入座率只有七成 所以很多朋友、很多观众都很想进来欣赏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希望当剧场重开的时候 观众会继续支持我们 以及继续去支持本地的舞台剧